151的这一题 151这一题 那它其实这一题的逻辑也非常简单 其实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A栏里面有刮户的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B栏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你将来遇到这种状况 你不是要叫你图把链钢 当然你图把链钢滑鼠点两下 把它选起来复制贴也可以 只是说呢 如果资料一多的话 你当然不可能说你一个一个慢慢弄 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大数据的时代 那那只要电脑产生的资料量 那当然都绝对不是说 只是个位数比数 一定都是几万 甚至几百万比 哇那这部分当然如果你不会用一些 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恐怕你要做完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公司 其实在真正的时候一定会要求 你一定要会Excel 不是说你会用Excel里面 像我一个业界的朋友或学生 他们都说早来都说会 但是呢叫他做 做一整天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得用里面应该用的方法 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 只要让大家学会怎么样 至少第一个 你要知道有哪些函数 有没有 怎么去解 这个部分的资料放到这边来 就这件事情 逻辑非常简单 那只是说呢 那你需要假设用函数 有哪些函数可以完成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如果将来每天要做的 你应该要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按钮 有没有 按下去它自动完成的 你不用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第三个当然 如果那个按钮 这个录制聚集的话 当然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你可能录下来的东西 会有一些需要再调整的部分 那可能就还是需要把它改写成VBA 所以后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完成这个范例 第一个是用哪些函数 第二个聚集录制 第三个就改写成VBA 那VBA部分我有讲过 VBA其实就分成两种 一个叫Sub Sub的话呢 就是自己去把它怎么样 写成按钮 所以Sub对应 那按钮部分的话 有分成就是按下去输出公式 按下去清除 另外按下去的话呢 就是不是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我要的结果 就在VBA里面做完的结果 那大概也是等同跟之前做过的类似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Function OK 就是另外一种就是Function的话呢 其实它跟那个 这个Sub最大不一样 是Function它执行的不是按钮 而是说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有一个使用者定义出来 你可以自己透过那个 你自己定义出来 这个叫制定函数 可以去把一样的事情给做完 OK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练习 大概就是会有这几个方向 一跟二 所以今天交的作业 反正我也是希望 你交给我的作业 里面要哪些东西呢 要有入制聚集 要有VBA OK 就今天 其实这些东西前面都讲过 只是说我们换一个 换个范例 那再重做 重新做过一遍 也许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 大概后面的课程 也会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只是说难度会再加深一点点 再多一点点东西 OK 那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做完的话 当然我讲过 你可以先找一个有刮户 你不要先找没刮户 有刮户的话 先插入函数 那我们可以什么 第一个用FINE函数 所以FINE函数的位置 在文字里面的FINE 你可以找到FINE FINE里面的话呢 FINE什么呢 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前刮户的位置 第二个你要在哪边找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第三个问题从哪边找 从头找的话那这个可以省略 OK 然后按确定的话 它告诉我第三个字 所以123 那我应该从第四个字 到最后这个字的前一个字 帮我把资料抓出来 所以第二个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再剪下来 OK 那前面你可以分三阶段时间 那就没关系 不过未来 你必须要一个阶段完整 所以我们需要把公式剪下来 再插入什么呢 在第二个利用MID函数 MID函数 MID函数要做什么 他也是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里 Test 其实你要看到Test就文字 哪些文字呢 这个文字 第二个问题是 Star number 从哪一个字开始 从前刮户的位置的下一个 所以前刮户就我们刚刚find 有没有 前刮户的位置 的下一个 加一就好了 其实这些东西 动作都是很直觉的 就是 其实你可以把工作完成 就是你会把 你现在的需求 找到你对应的函数 那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OK 再来的话就是 Lumber charge 是几个字 所以其实你要看懂前面的讯息 几个字 那几个字的话 就是从什么 再贴一次 那当然我要找什么 先找到后刮户位置 那理论上找到应该是9 第九个字 减掉什么呢 再贴一次 其实刚刚复制再贴 贴过来改就可以了 把那个前刮后刮户的位置 减掉前刮位置的下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是从 这个前刮位置的下一个 所以再把它减掉1 其实就会出现我要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要减多少 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好像多一个后刮户 那你可以知道减1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公式也就带出来 所以结果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这边的话会用到 第一个用find 第二个用mid 按确定之后的话结果就ok了 好那ok之后的话就把它向下填满 也可以向上填满 不过会有错误讯息 什么错误讯息 就是有value错误 因为如果它里面没有刮户 它会有错误讯息跟你讲说 你给我的资料有错啊 有没有 所以仅是错误讯息 错误的讯息是什么呢 里面的资料有错误 value就资料了 ok有错误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最后一个 再把它剪下来 用那个什么呢 逻辑里面的那个ifl ifl这个就如果发生有这种错误讯息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value贴到 刚刚公式贴到这边 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是没有东西 ok好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向下填满 我们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再把这个工作表 复制一个 那我希望怎么样 如果这个件事情 我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我应该用录制的嘛 录制的方法 我想前面我们都有讲过 就是动作当然你先彩排 那彩排之后的话 然后就把那些动作录下来 第一个当然要怎么 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勾 ok这个一定要叫出来 录制去期 不过录制前你可能要 想想看有三个动作吧 一游标放这边 二放上去打勾 三把它填满 那清楚的话呢 刚好也是差不多 就是游标记得从外面 点这边一下 ctrl shift向下 这边就要 这个一定要ctrl shift向下 因为它会自动追踪 按delete就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 有点类似 把之前的稍微复习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录制 那录制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录制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 名称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自己 比如说这个就是 结这个把 假设我今天 名称的话呢 我就 因为这个我输入法 我改一下好了 制据期有讲过 所以这个录制据期 请各位自行再完成 比如说你就 把三个动作录下来 然后做成两个按钮 ok 因为这比较简单 所以请各位自行完成 那待会我们就要来看VBA 所以今天基本上 就是把这三个 有点像是做个复习吧 然后换个范例 你一样可以把事情给完成 那主要目的 当然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要熟悉 那个Excel里面的所有函数 记得 学函数不是叫你死背它 而是说你要理解 它这个函数 跟你要什么资料 它会给你 最后你要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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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